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帝文章 哇 真是郑板桥 真是厉害 他一首七言绝诗叫提竹石 近年伟大领袖经常会引述 什么叫提竹石呢 就是歌颂或赞美 一些在石纳甲逢里生存的竹 中通外籍的竹 真是厉害 这首七言绝诗提竹石呢 那四句是这样的 绝诗是 七言绝诗就是七言四句 七二十八的绝诗 就是说咬定青山不放松 纳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几还坚挺 任意东西南北风 好诗好诗 都很容易解啦 是吧 就是说那绝诗咬定青山 在青山里呢 不是精神病院那里 就是青青的山 清晰的山 咬到实实就是拱固住座山 多厉害 是不放松的 这绝诗 纳根原在破岩中 在石纳 石纳里可以纳根 你说多厉害 这个人 是吧 多厉害 还有千磨万几还很坚挺 坚挺 即是怎么磨去那绝诗呢 都是很厉害的 哇 真是的 铁柱磨成针 只要有行室买 只要磨成金 金枪不倒的金 真是厉害 跟着任意东西南北风 即是说你吹什么风 我都是这么坚挺 这么坚挺 怎么都飞不吹不动我的 就是这样了 好诗 好诗 其实这首诗呢 用来形容强国人当然对了 不过用来形容香港人是更加对的 尤其是过去那两年 用来形容过去那两年的香港人 可以说最最最最适合 不过 所有那些黄面孔 黑头发 鼻肤 黄面孔的人里面 香港人是最适合的了 这首提竹舌 是吧 就是咬停青山 不放松 立根源再破岩中 千磨万几 还兼敬任意东西南北风 哪怕你北风有多厉害 都不怕了嘛 这就是香港人了 是吧 嗯 厉害 最适合的了 那事关香港人呢 是被人踩到变地底泥的了 是吧 甚至连前港英如业 当老肯的爱国者 也踩到香港人一份了 他自己当自己是大陆人的了 强国人的 强国大妈的了 是吧 但是香港呢 哈哈 任意东西南北风 都是这么坚劲 为什么呢 数据显示还是中共自己的官方数据 伟大祖国自己的官方数据显示呢 香港差差更比上海 深圳和北京 这三大城市 全国最大的三大城市 是很很多的 数据当然是经济数据了 现在什么都讲经济的嘛 是吧 要你什么新疆棉 什么什么物物 全部都是用这个方法压下来的嘛 这个是最有力的 是吧 而最最最有力的证据 当然是经济数据的证据 就是伟大祖国 这个国家统计局 最新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 虽然迟了出来 迟到没有到 都出来了 本日四月初就公布了 现在五月中才公布 就是早牌而已 那这个是官方最权威的数据来的 所以不能拗 看什么777也好 什么689也好 甚至乎那些什么爱国者 什么167 那些167爱国者 169爱国者都好 都不敢否定 没得否定的 这个是最权威 最权威的 你不敢的 他们都不敢的 事关恩贱不远 不是很久之前的 很容易一个不觉意 就会好像石帮那样 最初以为很开心 哇 在呼风唤雨 玩死人 但是结果 就被人玩死了 结果是玩死自己 等于我经常讲 黎天王 这岸的金句就是 要赢人才要赢自己 在放在中国逻辑那里 就是要玩人才要玩死自己 不是 要玩人 结果玩死自己 因为那种 就是这样的 那情形是这样的 话说 日前呢 这个国家统计局 决之公布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就是2010年到2020年的 人口普查数据也 就是每十年做一次的 美国都会的 不过美国就跟大选年 在大选年之前那一年 就会做人口普查数据 就方便重新 就是画那些选区 安排那些议席 人家是为民主 西式低端民主想的 我们伟大祖国当然要为规划去想 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划去想 对不对 总之这次是2020年的 人口普查 就查回2010年到2020年的情况 那小弟呢 就觉得这个人口普查呢 始终是官方数据 虽然呢 水分很厉害 但是怎样可以沙盘推演很多东西 所以就看多几题了 那不看游泽 我一看呢 就发现了什么呢 就看到伟大祖国人均GDP 最高 不是 最高的三大城市 厉害了 到数啊 那大家好像 什么勁高金榜那样 过瘾一点嘛 第三位 是上海 第二位 是深圳 第一位 当然是北京 怎样都要搞到北京最厉害的嘛 那简单来说 那倒数呢 就是护心经了 不是波尔波罗密多心经 是护心经 也不是护心镜 那很容易记 护心经 那大家就明白了 至于具体的数据呢 是这样的 第三位的上海呢 人均GDP呢 是22,560美元的 第二位的三镇呢 就是22,846美元的 至于第一位的北京歪了 就是23,910美元 查眼看这三条数 都好像挺见得下人 跟印度的都比 跟非洲的都比 问题是 人比人是气死人 成比成呢 就激死成 啊 真的激多几成 那种的 问题是 如果一同 香港比 现在被人踩到地底 地变地底来 香港无论用的了 不知所谓的了 又五位多刁民 反中乱港人 这么多 但是原来跟这个 占过地底来的 香港一比呢 啊 真搞事了 如果香港这么不知所谓呢 原来香港是赢了很多的 真可憐了 就真是这个护心镜 护心镜 护心镜 不是护心镜 就真是出现了一个现象 叫做抬棺材脱 失礼死人 哎呀 真是臭泵泵的 失礼死人 事关去年 看回去年 2020年 香港在777的治下呢 经济就进一步下滑 进一步急躁 掉了6.1% 哎呀 真是多得他不少 真是低处未寸低 2019年已经很惨了 2020年更惨 但是香港的人均GDP呢 跌完可以再跌呢 都还是跌得 都还是有多少呢 去年啊 2020年 都还是有4万6千7百美元的 以前是5万的 现在跌到这样了 不过不要紧 是4万6千7百美元 大家深水清一比就知道了 真是不怕货给货 只怕不识货 一比就知道了 即是什么呢 香港人均GDP是4万6千7百美元 即是比上海 上海的2万2560美元呢 是高出2.07倍的 那比深圳的2万2846美元呢 是高出2.04倍的 那比北京第一位的北京呢 是2万3千9百1十美元呢 香港有4万6千7百美元呢 都是高出成2倍 即是1.95倍的 差点0.5呢 就2倍的了 即是起码差不多2倍 或以上的 厉不厉害呢 而根据伟大祖国在去年公布的 就是说 要在未来15年 去年就是2020年到203年呢 将GDP再翻一翻 即是再增加一倍 厉害呢 那就是说 偉大祖国要去到2035年 或者这三个城市 上海 深圳 北京 要去到2035年 兼就是要集中用城市 给城市合理一些 尤其全国三大城市 那就是说上海 就是湖深京呢 要去到2035年 兼且呢 要假设了呢 香港人在这段时间的人均GDP呢 一直都是原地踏步 那这个湖深京呢 就是上海 深圳 北京呢 才可能 有可能追得上香港而已 那照正路呢 是永远都不可能的 是应该 就是15年都不行 起码都是要20年 30年 那香港又要 你如果有一些少少进步呢 你都有一段距离了 人均 不是说你的尺寸够大 深圳就赢了 如果总算GDP 但是不是嘛 是不是 那人均 就是比较能够反映 人民的真实生活的嘛 比较就是 你看澳门都未必是的 香港算是可以的 那当然啦 凡事 总有历史规律 那历史规律就是 1949年之后上海 现在香港就像 1949年之后上海 可以打套套的嘛 那打套套呢 那就更加不用15年了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原来你这样玩 我都没什么好说 原来你这样玩 要上海都超越你呢 那就要快点打套套才行 是不是 你真是呢 很快啊 退后 那一刻很快 是不是 退步很快 那一刻很快 这个就有可能了 你这样就没办法了 国策来的话就没办法了 总之正路呢 正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伟大祖国 如果正路当然没得给 伟大祖国的三大城市 就是伟大祖国的商业之都上海 伟大祖国的科技之都深圳 伟大祖国的政治之都北京 起码在人均GDP那里呢 真的有段时间都追不上香港 15年应该不行的 正路啊 现在香港打到退了 不得了 七一七又说要再闯辉煌 那又没理由打到退了 今年又说有七八个percentGDP增长 那又抛来回了 那怎么办啊 去队阱它吧 不要说那么多了 香港不可以那么威力的嘛 抛来北京那么多 抛来上海那么多 抛来深圳那么多 起码两倍 那怎么办啊 情何以堪 我们这些强惯人最强的嘛 这些殖民地市民竟然这样 不行 一定要想想 不过又是讲回正路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正路来说 正路啊 偉大祖国的统计数据呢 通常都有一个规律 一个规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坏东西就报小数 好东西就报大数 好东西就报大数 那又是人之常情来的 不过自己的仓 又不掩着它吗 还找个放大镜给你看 是不是不去的嘛 或者自己 某个部位明明牙签 那样 但是要找放大镜 放回大概放大十倍 哦 减压那种的嘛 一定是的 人之常情 没有坏的 那就是说什么 那就是说呢 这个胡心经的人均GDP呢 现在这条数呢 恐怕呢 就是有些像什么呢 吹玻璃师傅刻意 就是吹玻璃水杯 吹又吹又吹又 变了吹玻璃糖碗 什么意思呢 吹玻璃师傅 就是吹大了很多 明明人家 明明那是水杯来的 你要吹个玻璃水杯出来 那你结果吹了个玻璃糖碗出来 那怎么办啊 是不是 吹大了很多 总之由此证明 香港玩能源之旅的说法呢 一来是阿爷呢 用心良苦 刻意为之的心战术 吹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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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玻璃教训香港人 令香港人的自信心呢 不要这么囂張才能这样 是不是 令香港人呢 可以乖乖就范 做一个爱国者 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是不是 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嗯 那就好了 是不是 就是这样 吹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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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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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七七七色例来人 啊 他当作自己是大妈 你叫他穿衣服 就知道了 近日呢 又很喜欢穿一些 女干部裤 大家知道的了 还有深 那些 据蚊蜜色那只 有些像文革 呢 那些 有些像江青 那些越来越看 最近江青是李俊呢 就被人平反又赚美他 不是叫江青 好像叫李俊 那种 那怎么阿 總之怎麼說也好 這個777可能欺君的 說一下說一下,真是不對 我們偉大領袖不是這樣的人 總之如果說香港人 在這些國家大小,我們香港人懂得貼 總之香港人就不需要那麼好自信 你看回數據,數據說話 偉大祖國都是靠這些東西告訴別人 你要這樣這樣,他要這樣這樣 要不然我就抵制你,我就會制裁你 是不是,我不給你飯吃 你看看陳奕迅就知道 所以香港人,既然你講錢,講財 我們人均資這麼高,所以不用 大聲說話就可以了 不用跟他一般見識,不用聽就得七七之頂 就是這樣,是不是 好厲害,今晚就會開心一點 周末任你怎樣 怎麼說也好,這個偉大祖國的人口普查 真是好事,超級好事 對香港人來說,但是超級好事 都是一個超級驚喜 超級驚喜 超級驚喜,真是好,很感謝他們 因為這樣足以證明到 香港,真是,英了這句就是什麼 不查不知加低好 不給不知這麼狠高 這個就是香港了 所以這一點大家一定要知道 這樣就十分之好 好了,這一集就講完了 很感謝大家收看 總之呢,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用小弟認為 較為安全,較為高智慧 較為正言若反的方法 去繼續堅持 很感謝大家 謝謝